房子被压价?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会影响房价的小事吧 1.地段 地段是最直接影响房子价格的因素 比较好的搭配是不那么亮眼的房子 在一个漂亮的环境里 如果刚好反过来 是一个漂亮房子在一般般的风景里 这时候就需要扬长臂短 侧重房子周围的设施 2.不走寻常路 把家布置成什么样 是你的权利 只要卖的时候 能快速方便地恢复寻常就好 3.装修浮夸老气 浮夸的装修可能会让卖家难以接受 带老气会让卖家以为房子很久没有保养 4.必要的翻新 买家是不会愿意掏大价钱 大肆装修的 卖之前投资厨房或浴室 可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5.漏洞百出 破裂的磁砖 便宜的墙漆 满是划痕的地板 都可能成为买家压价的理由 据BMO分析 有品味且专业的墙漆 能带来300%的投资回报 6.没有装修的地库 毫无生气的地库 不会是加分项 就算肉痛 也要尽可能打扮打扮 哪怕是七个地 7.铺满地毯 现如今铺满地毯已经傲了 相反 石墓地板更受欢迎 如果要暖脚 可以选择铺地毯 但也别铺满 8.墙子漫天 太多的墙纸会显得房间杂乱 且不好清理 9.缺乏维护的庭院 油漆护栏能提升庭院的颜值 狗狗搞得破坏也要收拾 10.尴尬的泳池 泳池一度是夏日天堂 但也有很多买家 无意打理还觉得浪费钱 当然要是有泳池 请确保其干净安全 有吸引力 卖房钱 专业的指导 以及staging 能让房子卖相更好 买家更喜欢 更有购买冲动 想要房子卖个好价钱 可是要一场精心策划的哟 如果有租赁和买卖房屋的需求 联系我 给您最优的解决方案 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